接著是2023 M2的第五條題目 看看這條題目在玩什麼 這條題目也算是半翻炒 因為你會看我們以前的Pillmac 類似的劇情也發生過 它就跟你說 A2次加A加I其實會等於零 第一件事就是要你研究究竟A3次發生什麼事 這裡我先做一點題外話 之前的考法通常會問A inverse是什麼 A inverse是什麼呢 其實計法有很多 第一個計法是Mephod 1 就是這邊乘回A inverse 那邊乘回A inverse 大家一起成其實沒有做過任何事 兩個成為A加I加A inverse 那邊就零了 所以到頭來A inverse 就叫做負A就減I 這個就是Mephod 1 那Mephod 2是什麼呢 Mephod 2 Mephod 2 就不是這樣的 Mephod 2就是 A2次加A加I是等於零 那這個I就是叫做A2次加A 那如果是負的話 應該有一個負號在這裡 應該是叫做負括弧A2次加A 那如果是的話 你將A抽出 它就變成負A-I 兩件事成為I的話 那就不用說了 A inverse就是負A-I 其實通常它是這樣考的 如果你有看過之前的考法的話 這次他們問你A3次是什麼 其實都是同一個橋段 你去到2次又不是去到3次 那有什麼辦法 立即乘多A給他 那我們說兩邊一起乘多A給他 其實沒有問題 繼續等於 那你就變成A3次加A2次 再加A就會等於零 看看你喜歡怎樣回答 好了 邏輯上A3次 就應該叫做負A2次-A 那我們就交貨了 但是題目就不是這樣寫 題目就說那個是I 那你就在心裡想 為什麼A3次叫做I 你這樣說我這樣相信 不如跳上一步 難道負A2次-A是I 因為我們就計到這一隻 你們就計到這一隻 除非我計錯 如果不是兩件東西 難道是等於 那我就把他的調位 會在面對一邊 與或者A2次 加A加I 不是即是零 也真的很像聽過這句 在哪裡提過 題目說的 因為所以豁著他 我們就能解釋它 某程度上 你很殺童他 我們可以判定 你怨一下他等於 你回來問一下自己 最終你會算到的是 感覺到的 成功解釋過這件事後 接著就去到我們那個B part B part的位置他就問你 他問你A是否一個叫做浪星 是否一個叫做非奇異矩陣 什麼叫做非奇異矩陣 這個名字中文比較特別 非奇異矩陣的意思就是 暗示著他的Determinant 有沒有機會證實到 他是不等於0 他說要證明這件事其實非常簡單 你做得到B part 通常沒有什麼特別的話 都用回A part A三次叫做I 今天想研究他的Determinant 不如就在這裏做事 動住A三次 就會有餘動住I 記住 成員先找Determinant和找完先成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暗示著什麼呢 你那個三次先找Determinant 和找完Determinant先三次是沒有分別的 那邊I Determinant一定是1 那你自己想想想1001 或者100001 無論是2乘2 還是3乘3 你最終的Determinant 都會是1 如果是I的話 那要明白這個道理的話 繼續說下去 三次叫做1 那我們說一次 都被迫在1 那我這裏講多兩句 那這兩句其實都有半歐斯的狀態 三次方程應該是三個根 那為什麼最後會計到一個根呢 原因是因為還有2個 compress wood 2個腹根 這條題目都封了 因為一起手它就說它是real matrix 如果它不是有real 字的話 那我們其實都可以有其他想法 但是事實呢 real 就不會有其他想法 那麼我們目標就是要證實它不等於0 其實都不是想證些什麼 那麼最終呢 你就可以跟全世界說的了 所以A呢 就是叫做non singular 我們叫做非奇異 非奇異 那麼成功呢 又解決了一件事了 那麼解決了之後呢 就去到我們那個B part C part應該是 C part C part呢 它玩得很大的 它又說什麼呢 它說有人claims that 不用理他claim什麼 拖一條人出去 先拖一拖 A的1000次 再加我們A inverse 那個的2000次 就是Sanku inverse 它問你這個人呢 有沒有辦法可以 present到一個的format 那個format呢 就叫做alpha i 再加beta a 那OK啦 慢慢來就不要急了 第一件事先 我們inverse這一家東西呢 它就未找的 但是要找呢 也都不難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呢 你去到最尾呢 已經算到這一件事了 三次是叫做i 其實呢 三次叫做i 這一件事呢 我們可以拿來利用 A三次叫做i 即是A乘A的二次 就叫做i 所以A的inverse 就是叫做A的二次 這個就是我們計到的東西 有些同學可能 不是這樣計的 有些同學可能 就像我們剛才這個方法 在這裡計 到最尾呢 A inverse 是叫做-a-i 那兩件事 第一件事先 負A-i 是不是A二次呢 那之前其實都提示過 負A-i 你試試硬屈它是A二次 那你只要把它呢 調一調位呢 你就發現了 原來就是用這條式 換言之就是說 如果你計到負A-i的話 跟我計到A二次呢 首先呢 就互通的 兩件事其實是同一件事 但是如果你真的認為 A inverse 是負A-i的話呢 你面對兩千次呢 我告訴你 你就要用 大多個秒鐘去爆開 大家都知道 下場一定不好 那如果你真的硬要做呢 都沒有說做不到的 但是事實上 你自己要慢慢再看 究竟爆開那兩千件 究竟有些什麼的關係 但是其實就一定是很慢的 所以其實你自己都要記住 如果人家玩到A的N次叫做i的話呢 其實A的N減一次就是 inverse 這個故事 讓你知道這件事之後 我們就繼續開工了 這個呢 就變成A的一千次 再加A的二次 再加2千次 然後那個inverse 其實玩法就是這樣玩 那如果是的話 真好一點 A的一千次 再加A的四千次 那個inverse 玩到這麼多千次 他是不是瘋了 不害怕 為什麼不害怕 從前有個兄弟 叫A三次 他都要做i 例如 如果你明白這個故事的話 你就會知道 次方再大 我們都不害怕 例如我們一千次 其實就是三次 再三百三十三次 再乘A 例如四千次 就是A的三次 再一千三百三十三次 加上就是 九百九十九次 再乘A 那個inverse 由於A三次 是叫做i的緣故 i的幾多次 都叫做i 成了i就沒什麼所謂 到頭來 你就會變成 A加A的inverse 明白嗎 如果你明白到 這個道理的話 那就是叫做什麼 就是2A的inverse 其實有兩個答案 一直以來我們都跟你說 是兩個答案 A inverse 你可以叫做A二次 A inverse 你也可以叫做什麼 剛才我也分析過 叫做 啊 哪裏 這裏 負A 減I 負A減I 負A減I 今天應該要代誰下去呢 聽一下你就明白了 最後他想你做到的答案 是這個 Alpha I 再加Beta A 所以如果你挑選這一個 其實有少少玩意 因為別人要做到Alpha I 再加Beta A 簡單一句就是 A不能夠上到二次 你強行就把二次給我 如果你真的扔了下來 那我就再想 其實也不會爆炸的 那我不如試試用MapFord I去到算 MapFord I 我很天真地 就是二分一 MapFord I MapFord I 就是二分一 乘以A二次 我計到這裡的時間 我看著它 我覺得不太對路 接著我就會找人幫忙 曾經有人說過 A二次加A加I 其實是等於零的 所以A二次叫做 負A減I 我臨門 我都能夠把它變成 負二分一 我們那個A加I 這個就是我們的做法 一號 如果你能夠快一點 知道它的端倪 你可以挑選這一個 它直接等於 二分一 乘以我們的負A減I 無論你怎麼計 其實最後都是同樣的答案 最終它就會變成 負二分一個I 再加負二分一個A 我這樣寫 其實都可以配合它 Alpha就是負二分一 Beta就是負二分一 它好像沒有追問你 這兩個數值是多少 它就問你做不做到 完全是做到的 最後寫一個correct 寫一個正確給它 就完成了這條題目